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粉韵媒翻车 归功于粉丝泰兰 得益于他不宠粉的个性 引言 UNIQ王一博能够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顶流 不可否认归功于他自己 都说娱乐圈的爱豆跟粉丝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到达顶流级别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现在看下王一博就足够明白了 他是真的不宠粉啊 爱豆时期就有点喜欢对粉 碍于刚出道 没有表现得很明显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后 对王也逐渐成了气候 王一博的高冷 是对外的一种表象 他确实不算话多的 有的更是少之又少 他这个个性在爱豆艺人中 确实有点格格不入 人家都是跟粉丝打成一片 还会有点互动 王一博呢 互动起来 貌似带着些许的嫌弃 如果多了 甚至还会互对 更是放出别来 Diss我 你们换个人粉吧 粉丝见他 更是有些军事化风格 他更是全程蒙面快速闪现 能拍到正脸的机会都很难 见他来了 瞬间鸭雀无声 走后唧唧喳喳 不知道为何是这种画风 甚至连王一博都说 他的粉丝比他更高冷 也不知道高冷在哪里 难道就是见面互不搭理 分开各自狂狼吗 的确如此 网上各种风 各种浪 私下耸的一笔 更搞笑的是 他们整天把王一博当儿子看 却一个个懒得要命 听闻网络数据跟顶流匹配值是最低的 甚至千个道都坚持不下去 粉运更是拉胯到了极点 有几个积极的还被质疑是黑粉 也是有点尴尬了 都说画画娱乐最擅长营销 不懂为何到了王一博这里 都失去了能力 有种后妈对待孩子的感觉 黑热搜一挂就是好些天 也没见处理 粉丝级的直跺脚 却吵架还吵不过 最后就只会打 也 不过这也造就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干啥都懒得粉运 确实没给王一博拉胯多少 最多被人嘲笑一番 人气看着高 哪哪都不行 可以明确一点的就是 王一博的很多数据起码还算真实 这个得益于 王一博这群不爱干无用功的粉丝 纯属就是欣赏王一博 从来不干这种虚无缥缈的事 都是用货真价实的方式来表达喜欢 为何这么说 看下王一博的代言跟销量 就足够让你们知道 确实有点厉害 说到底 还是比较认可王一博的 才会这般支持 很多喜欢王一博的人 大部分都是喜欢他 实实在在的 凭实力说话的人格魅力 不为自己辩解 只会用行动来表达自己 不显山露水 却在属于自己的舞台 绽放自己 这种性格的人 确实平时看似平凡 但是却能够做到一名惊人 王一博在很多综艺中 只要不到他 总是默默无闻 但是给予他机会 总会特别引人注目 业务能力还是很出彩的 爱斗戒的天花板 确实实至名归 说到底 王一博能够爆火 真是运气到了 但是他的实力跟个性魅力 是他能够站稳脚步的支柱 他确实有资本跟底气 没必要重粉 更不会媚粉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反而是粉丝对他 有着很强的粘性 这也是为何 王一博能够长期不露面 热度却依旧不减 有实力的顶流 确实是有沉下去的底气 更有在见后的精彩 对此 各位小伙伴们怎么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